來 趕快我看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 給你 操傷前來討債的地下錢莊 黑衣男當場數前態度好囂張 加速交付三萬五千元數金 其實他們是警察假扮的 對啊 現在是特小特怎麼樣 這是什麼 這是警察兵 你不要給我殺我 你在說什麼 我走 表明警察身份 兩名地下錢莊 黑衣男還在匹配給標國罵 警方對空開四槍 把人壓制逮捕 他現在要直動 手伸直 我求你了 他在金屋仔那裡 走出來吃飯 我聽到他在開槍 國籍民眾一度誤以為 是談判爆發槍擊案 而這起事件是發生在屏東九如鄉 一名男子因為積欠地下錢莊 四百萬元 光是每週利息就要三萬五千元 無力償還 最後被爐走 父母親報案後 警方假扮家屬 跟地下錢莊斡旋 交付利息時來捕抓人 並且當場查扣 鋁棒 木棒兩支 本票 現金三萬五千元 全案依妨害自由 恐嚇等罪嫌 移送屏東地方檢察署偵辦 欠錢不還地下錢莊 竟然舊路人 時代太囂張 警方懷疑可能還有其他人受害 將向上持續追查擴大 整半鐘 記者當初網友 王書宏屏東報導 我是王一仲 新聞的產業帶給我滿滿的使命感 不論是貼近民生的議題 或是國際的話題 我都能夠精確真實 傳達最完整的資訊 給各位觀眾 當然更多的新聞 請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大腳用力猛踹 警方破門攻堅 警方直向威嚇 嫌犯全都怪怪就犯 原來這又是打工詐騙囚禁 據了解被害人看到清潔工 可以熱領工資的資訊來應徵 早軟禁之後被利用說服 開人頭帳戶 但錢沒拿到 就被關了快兩個星期 其中一名帳系男子 不服命令被毆打 趁嫌犯睡著時逃出去報案 警方制裁助隊攻堅 當場查獲五名犯嫌 救出五名被害人 同時查扣銀行全部金銅卡 移手移軟證物 懸易妨害自由洗錢防治法 將罪嫌移送法辦 類似情況還發生在新北中和 被害人承信男子 以二十萬為報酬 把帳戶賣給詐騙集團 但見面後 犯嫌不但不給錢 還把他帶到 把南路一家汽車旅館 囚禁了二十個小時 更交代被害人 碰到警察領檢時 要說是和朋友再唱歌 警方在現場 逐一的盤問 終於突破新訪 令犯嫌公出 他們有拘禁民眾的情結 也依詐欺妨礙自由等罪嫌 以請新北地權署偵辦 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 大家務必謹慎再謹慎 以免落入詐欺全套 記者綜合報導 我是方彥迪 主播工作 讓我學習 傾聽所有人的意見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斷 也許我們無法 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從新聞裡 看盡每一道風景 我是方彥迪 請您鎖定 中視YouTube頻道 記得要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 竹先生有沒有說明一下 是不是被冤枉的 你有律師證嗎 是的主播 男子緊緊拉起 連身冒冒嚴 右手遮臉 不發異語快步走出地檢署 他是副方行銷管理顧問公司 負責人周方偉 也是通監罪釋憲案 申請人之一 卻被調查局發現 明明就沒有律師資格 竟在二零一三年到二零一八年間 為某家國際財務顧問公司 打明示訴訟 藉此獲取數百萬元報酬 涉嫌違反律師法 第一百二十七條 第一項罪嫌 沒律師證書 意圖盈利而辦理訴訟事件 可處一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幣三萬元以上 十五萬元以下罰金 地檢署六號指揮調查局 繽紛三路搜索 約談周方偉道案說明 據瞭解 他過去因涉犯通監罪嫌被起訴 事後提起事件 最後促成通監罪除罪化 讓地檢署及法院 減少許多妨害家庭的刑事案件 如今卻被踢爆是假律師 晚上七點多 周方偉被移送北檢 直到五月十二點 才由檢察官附訊完畢 預定他十萬元交報 以上最新主播 我是劉佳 我喜歡與您分享地球大小事 最新時事 國際脈動 財經動態 還有氣象資訊 最接地氣的新聞台 讓你重要消息不露街 聊天的話題也不脫鉤 當然更多新聞 請鎖定中視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還要開啟小鈴鐺喔 身夜十一點多青州小菜前 八名黑衣男圍毆兩名男子 抓緊安全帽往頭敲下去 離開前又拿塑膠椅砸頭 還來一劑右勾拳 拳拳倒肉把人打倒在地 附近店家來勸架 八名黑衣男似乎氣消了 大搖大白離開 怎麼在這裡 被人家打了 對 被人家打了 救護人到場發現 兩名被毆打的男子大自行 躺在地上 血流滿面 手也骨折 這起圍毆事件 發生在嘉義市文化路夜市 五位民眾在青州小菜吃宵夜 因為一桌子撞到人爆發口角 對方八個人倆說 當場圍毆透明兩人 把人當沙包打 吃個宵夜也能打到頭部血流 手骨折火氣好大 警方巡線掌握八名黑衣男身分 陸續通知道案說明 最後依照劇眾到歐和傷害等最嫌 移送法辦 記得後關王書宏嘉義報告